南海岸购物广场9月23日 举办了一系列中秋节 亚洲多文化庆祝活动 和贵宾招待会 同时展示中国中秋节 和韩国秋夕节 及越南中秋节等 亚洲各国传统节日活动 活动现场彩灯高悬 游人如之 当地华人艺术团体表演了 精彩的中国民族舞蹈和民乐 来自太平洋交响乐团的艺术家 与其他国家的艺术团体 也为现场观众带来了精彩表演 现场还有展示 中国传统民间手艺艺术的 简纸 捏面人 唐画和韩国书法 更有中国故事图片展 由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和中国摄影家协会 共同宣扬了中国传统文化 自然景观和历史遗迹 中国驻罗产基总领事张平 在游园会上致辞说 中秋节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 和哲学中追求团圆 与和睦的价值观 表达了中国人与世界各种文明 和种族之间和谐共处的愿望 中秋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 那么我们也很高兴看到 这个中秋节在美国也成为了一个 当地各族裔人民非常喜欢的一个节日 那么今天是我们领馆跟南韩广场 一起举办这样的一个晚会活动 能够让美国各界的群众能够了解这个中秋节的文化 了解中国的文化 那么另外也是对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 特别是认识到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性 我觉得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南海岸总经理戴维格兰特表示说 我们的华人邻居是我们这个社区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海岸广场总是乐于向他们的节日和传统致敬 我们视题成为一件美的新章的网人 十几个地方因为对撤嘉宾camp 我们欢迎接收到的经浅 就是今天有什么东西 我们很多客人 自2004年以来 每逢中国传统佳节 南海岸广场都会举办 以中国为主题的庆祝活动 吸引当地的美国人与华人一起 共同庆祝中国佳节 以此增进各族裔对中华文化的了解 更进一步地促进中美民间的文化交流 魅力中国记者现场报道